三周前我在网上冲浪 发现杭州人都在排队买露储 甚至有人说排队了十个小时 那我可不得赶紧下单 没错 我排队了三个星期 终于收到了泰国露储 这一盒是八十块钱 十二个 平均下来六块六毛七一个 还行 不得不说 这个外形还有颜色 确实让人很有购买的欲望 你们有人吃过吗 我看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卖了 一下子火了 去年我已经看到过了 我当时就想让你试一下 但是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它 哎 你们想到吧 今年火了 好的明明你也会火的 借您吉言 话不多说 来浅尝一下这个泰国露储 我吃一个辣椒的 这个颜色饱和度好高 它外面那层东西 我吃不出什么口感 里面就是绿豆沙 还有种椰蓉的感觉 它的外皮是QQ弹弹的那种 我感觉应该放了点明胶之类的材料 还蛮像的 你觉得六块多一个匙吗 单吃这个的话 我觉得不值 顶多尝尝鲜 要不我再试一个 我试试一个芒果的吧 品不出芒果味道 这俩完全一模一样啊 和我一样的表情出现了 整体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绿豆沙很绵密 外皮又薄又Q 可能价钱都在于这个手工 而且椰浆的香气很浓郁 最重要的是不甜 喜欢绿豆冰糕的一定要试一下 打个3.6 如果配上一壶茶就更好了 好了 这个吃完了 还有其他东西吗 没有了 就这么一点东西 不敢相信 我还没吃饱呢 好吧 还有什么你们最近看到爆火的东西 想找个小白鼠 放着我来 信口开发 全网最下方的美食测评网绿